来满洲里有几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看 接下来用几期的视频来告诉你满洲里到底该怎么玩 在满洲里必打卡的地方一定有一个是满洲里的国门 大家好这里是随心所欲的旅行 今天我们来到了满洲里的国门景区 提起国门咱们一定会想到庄严肃穆是国家的门面 除了这些它还是购物的天堂 这里的免税店也一定能让你买到嗨 初见国门就被它的雄伟壮观蛰伏了 41号戒杯 这是俄罗斯的国门 看到41号戒杯更是让我激动万分 以往出国的时候都是在国内上飞机 国外下飞机没有太大的感觉 而这次国门国境线就近在咫尺 让我的内心油然升起一种不一样的情愫 有机会的话从满洲里国门自驾出去 环游世界肯定又是别有一番滋味 站在国门的观景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国门 向北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边境小镇 贝加尔斯克 向西可以看到蒙古国的大草原 可谓是一眼望俄盟 鸡鸣闻三国了 除了这两个重头戏 你还可以看到前四代国门的模型 看看中俄历代国门从简陋到辉红的变迁 在这儿还有一座代表中俄友谊的展馆 这座俄式小楼是按照莫斯科近郊的银色别墅会议遗址 一比一复制的 悄悄的告诉你 好多建国初期的大人物也都是从这里走出国门的哦 现在有可能是淡季 所以他全部都在施工 离开国门你就可以打开钱包买买买了 路边不仅有各种的俄品商店 蒙品商店 还有很多免税商城 可以买到各种具有俄罗斯蒙古风格的物品 带回家当摆件 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当伴手礼 都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可以买到牛肉干 各种奶制品 俄罗斯的巧克力等等 让你大快朵银 除了这儿 满洲里还有什么地方是要去的呢 套娃酒店了解一下 下集带你一起入住套娃酒店 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